字幕支持 李宗盛 杨茜茜 多少钱? 你别以为你跑远啊 不还钱喔 14块8 字幕支持 李宗盛 嗨 我是感恩 欢迎回来到我的频道 最近每一天 兜仁在催我开箱这一个东西 除了 Inbox 之外 他会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说 可你其实要开箱 XX 其实有没有message 我全部都看 我只是比较懒 所以今天这个影片终于来了 华为Wash GT2 Pro 智能手表开箱 G2 Pro 算是目前华为最高最 premium 最贵的智能手表了 那来到2020 其实手表除了是一个饰品之外 很多手机上面的功能都可以直接用手表来做到了 OK 所以讲到Smart Watch 这个东西我们把它分成两大 一个就是Apple 用户 另外一个就是Android 用户 讲到Apple 用户的话其实不用我这样讲啦 通常比较有钱的话就直接去买Apple Watch 这样Android 用户要买什么咧? 如果你有留意之前华为GT2 系列的话呢 那GT2 Pro 就是GT2 跟GT2E 的一个结合版 一样是圆圆表盘 表盘外围一样是有一圈黑边 最大的不同就是之前的手表都是用玻璃材质 普通的玻璃材质硬度大概是在6-7度之间 但是GT2 Pro 用的是 very 坚不可吹的 Servire 蓝宝石玻璃 蓝宝石的墨色硬度是9度 而手表身体就用了Titanium材质 后盖根杆 陶瓷 Ceramic 配上表袋写着大大个 Genuine leather 皮革 整个就是三个字 高级感 46mm的表框很大 戴在女生手上更大 最重量方面你想看 Servire glass 蓝宝石 Titanium 表框 还有 Ceramic 陶瓷 怎样可能会晴呢 所以比起 Oppo Wash Honor Magic Wash Apple Wash 这种 它肯定是比较重的啦 但是你比跟那种名牌手表上是T-Sort Omega Rollex 这种啦 我反而觉得是那些比较重啦 所以其实GT2 Pro算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重量 整个表王摸起来的那种手感啊 quality啊 也真的是有一点点名牌手表feel下的哦 Businessman 缝 质感 够高级 跟人家讲你这个手表买了三四千块 我觉得也是有人会信的啦 这边上下两个表官 一个是Manual Button 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自己set the shortcut button 我自己是直接set成跑步模式 一按就可以直接进入今天你要的Running Courses 刚刚我讲到它的后盖哦 从 Plastic 变成了这一代的陶瓷 那除了更坚硬更耐刮之外 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可以 无线充电 直接充电用的金属原点没有啦 现在光光滑滑 因为 wireless 了咯 放在华为手机上面呢 可以直接手机帮手表反向 wireless charge 但是就有一个缺点就是 如果你买了之前的华为手表的话呢 它的 charger 就不能通用了 有线充的话呢 充电底座从之前的这种 完成了 这种 这次 GT2 Bro 我不懂是不是因为用了 Suppire Glass 的原因 我自己心里做用啦 我觉得它的屏幕很好看 我是觉得屏幕很漂亮啦 颜色饱和显烟 touch screen也是蛮顺的 看我滑来滑去也不会卡手 但是还是老问题啦 有一点点掉针延迟 看完手机的90Hz 你突然对着一个30Hz 不习惯是正常的 这边你留意看哦 表盘左右两边是有开口的 分别是 mic 还有 speaker 就是给你在开车不能碰手机 或者是手哦 油油的吃 KFC 不能碰电话的时候 接朋友的call的 声音其实很大声下的 我试试给你们看 哈啰 哈啰 车小姐 你的披萨好了 你要来拿吗 诶 我 order 什么 flavor 了啊 我的 lasagna加 double cheese 耶 这样肥的 你现在听到清楚吗我讲话 很清楚啊 你不要以为假装听不清楚 就不还钱哦你的pizza 你这样子听到清楚吗 清楚啊 多少钱 你不要以为你跑远了 不还钱哦 14块8 我自己听很清楚 对方收音也收得很清楚 而且哦 它的声音哦 不是爆音的那种 我有试过一些啦 它是真的一讲话就爆着去了 更加不用讲听歌 GT2 Pro的音质哦 其实是不错一下的 我给大家听一首它的招牌歌 留意听哦 那如果你们不要依靠手机来播歌的话呢 可以 你可以把你的playlist哦 全部transfer进去手表里面 然后直接用手表来播歌 这样子就算你的手机哦 不在身边 你也是可以听哦 OK 讲到运动呢 测量心跳啊 血氧啊 距离啊 卡路里啊 这些全部都有 也是一般智能手表都会有的东西 这次GT2 Pro就新加了 100种的运动 17种的专业模式 连马来西亚没有可能做到的滑雪 都有三种不同模式 虽然你真的常做运动的来去去都是那几个啦 但是有 好过没有啊嘛 反正100种运动的概念就说 你想做运动 它都有 除非你不想做运动 里面的运动包括了 室内跑步 室外跑步 泳池游泳 Open Water游泳 打高 护拉圈 Yoga 爬山 哦 讲到爬山 爬山是这个GT2 Pro新加入的一个运动模式 然后我发现哦 其实马来西亚很多 都很喜欢爬山 我自己也就爬过 Bukki Gasim 还有Brog 这是新加入的爬山模式 是可以根据你的位置去定位的哦 比如说你爬Gasim Gasim是有几个入口的嘛 那GT2 Pro就可以在你开始爬的时候 然后就赶紧定位 你爬过的地方呢 都可以记录下来 爬完了啦 你想要回去了啦 就可以直接点击返回 手表就会直接带你回去原本爬上来的路线 这样呢 你就可以减少路吃迷路的机率哦 那如果你跟着远路走 你还是迷路的话 像我没有话好说 讲到电池真的 Hoi手表哦 是我看过最过分 最夸张的一个续航力的手表 14天 GT2 Pro的电池呢 可以耐14天 两个星期才charge它那么一次的电 我自己是用过Apple Watch啊 Fitbit啊那些智能手表 以我的使用习惯呢 如果一天不charge的话 第二天基本上 我就是带着一个没有电的手表出门 最后呢 就是大家最在意的价钱 从它的外形到配置哦 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 GT2 Pro不是走一个便宜的路线啊 它的价钱是 1199 但最主要还是看你们的budget啦 我就知道这时候会有人问我 那GT2 Pro跟Apple Watch 到底哪一个比较好嘞 其实两个不同的系统 我们是没有办法比较的 但是 如果你硬硬要讲的话 Apple Watch能连接iPhone 那如果你没有iPhone的话 你马来也是没有用的 而GT2 Pro呢 就能连接全部Phone 然后你看它的外形啊 定位啊 配置啊 都是属于比较attest一点的 而且它的价钱 也比Apple Watch低一点 所以个人觉得啦 GT2 Pro更加值得买咯 好啦 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 结束 喜欢这个影片呢 记得给个like咯 分享出去咯 看很多很多次 我是等下再见 拜拜